哈喽,新年好,我的名字叫陈俊伟,英文名叫丁春伟,我今年20岁,我是绝货人,之前在新山Maktab Sultan Abu Bakar就读form6,然后我的爱好是运动,例如打篮球,雨球,乒乓,或者足球等等球类,只要是球类我都会参与,只是每一项运动我都是,几乎都是, 不是半桶水,然后我的UKM score是一叉,那个叉是他在UTM读Pure Max 至于为什么我会想要选PDR,是因为我爸爸的介绍,就我姑姑跟我的婆婆都是算癌症病患,姑姑在三年前因为癌症,所以去世了 然后婆婆最近也是因为有癌症的迹象,所以有到马六甲医院看医生,然后我爸爸觉得这份工作可以帮助很多人,所以他就推荐我,就有介绍我这样的一个工作 然后其实以前我的梦想是要当一名医生,可是因为STPM的成绩没有不理想啊,就没有达到标准,所以就不敢选医科,因为医科的requirement会比较高 而且即使拿到4.0也不一定会拿到,所以就把,就觉得这个也算是像医生的一份工作,所以就选了这份工作,就选了这一颗啦 拿到PDR这颗,其实我自己也不知道应该要开心还是失望啦,因为毕竟这颗不是我的第一个选择,我的第一个选择是UKM的精算 所以再怎样讲也是会有一点伤心啦,一点小失望咯 然后我就有问过很多新年要怎样转息啦,因为想要拿到精算嘛 可是过后因为爸爸妈妈的鼓励跟劝说,就比较放下了,就觉得可以就比较接受这颗PDR了 然后,而且想回去以前我的愿望就是想要当一名医生嘛,就想要救更多的人 所以如果我可以当上一名放射性治疗师,我也是可以穿上那个医生袍,然后就帮助更多的人,然后救更多的人 所以其实也算是帮我原了一个梦啦 其实之前去interviewPDR的时候,我们也是在KTSN嘛,所以这次来报道的时候已经算是第二次去KTSN了 所以就,可是那个心情还是有不一样啦,就这次会有一点不舍得咯,不舍得家里嘛 然后又有一点期待,因为可以期待到一个不一样的环境 然后可是还是有点小紧张啦,因为到了一个不一样的环境 一个新的环境啦,要认识新的朋友嘛,而且又人生地不熟 然后我又没有朋友过一起来,所以就会有点担心咯 可是当我们到那边报道的时候,就觉得很好啦 因为新的都会改我们嘛,所以我们不会乱咯 然后就什么事情都为我们准备好了 只是去到房间的时候,要进房间的时候,就觉得有点乱 因为可能那天还早啦,我们很早就到了 所以就有点乱咯,因为没有人来安排我们是住哪里间啦 要去哪里一个房间啦,可是过后有新的来了,我们就什么都ok啦 然后就什么都弄好咯 其实从小时候,我的愿望就是想要当一名医生啦 可是越来越大了,就想的越来越多了,所以就觉得 其实自己也不清楚自己要的愿望到底真正是什么了啦 然后,而且到了FOMSIC的时候,就开始更乱了 因为要急着想了嘛,因为一读完FOMSIC就要开始申请那个UPU了 所以当时,因为我有之前在银行有做过一段日子嘛 所以就觉得自己对数字那些会比较有兴趣 所以就想要当精算师咯,所以就试看一下能不能拿到 可是,心里面还是有一点想要当医生的那把火啦 只是因为没有那个能力嘛,因为成绩不是很好,所以就没有办法咯 可是,再怎样讲,小时候的愿望,而且一直到中学的时候都是想要当医生 所以,想要当医生的那个欲望会比较强啦 只是,如果要去读诗人的话,又太贵了,所以就没有办法咯 就,UPU拿到什么就读什么了,再打算咯 最后,我想要跟全部新年人说一声谢谢 谢谢你们很愿意的帮我们,带我们去看哪里能吃到华人餐 哪里能买到书本,买到那个Lapcourt那些 就谢谢你们,牺牲你们的时间帮助我们 然后,也谢谢你们告诉我们要用到什么书,把你们的书pass给我们 谢谢你们